孙岳拔出气管插管移除胆结石并况转吻 87岁的孙岳上月因胆管结石发炎住进台大医院 之后又因急性肺阻塞插管住进江湖病房 经过治疗后病情获得控制 已经拔出气管插管并完成胆管内视镜手术移除结石 孙岳孙女欣慰表示 情况好多了但什么时候出院我们也不清楚 看医师的评估了 孙叔叔好友王念慈则证实 管子一拿出胆结石也摘除 她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好 我们都很替她家人高兴 在这段期间不要再去探视 因为你们的探视其实是造成他们的困扰 好友李明依透露 我知道她越来越好 不过她仍在家户病房 而且我想在完全恢复之前 家属还是不希望任何人去探视 认为已孙岳情况不接触外界可避开感染 娱乐动新闻报导